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知道任何防水情报 马上扫描免费咨询 哈喽大家好 我是戴芬 一条高铁串起台湾的南河北 大幅缩短了交通时间 形成台湾一日生活圈 高铁的当成人次在今年一月超过六亿大关 零人次仅次于台北的第二大站 就是台中站 我们可以看到台中的高铁特区周遭 已经有不少的心安进驻 其中赞扬之意 得天独厚和高铁站仅一路之隔 出门就到站 出站就到家 铁路 高铁 万环道路 三铁的连结构成一日生活圈 一天可以往返南北 未来被派到南科 竹科 桃园工作 都能跟流台中 不必居家迁徙 每天下班就能迅速回家陪伴家人 享受天文之乐 高铁站旁边就是台铁新乌日站 绿线捷运也将在年底通车 三铁公共都让台中的高铁特区增加不少话题 从高铁站可以直接衔接74号快速道路 国道1号 国道3号 连外交通机能的强大 加上台中市政府在屋日规划了复读心 才是先引众人抢占的原因 登阳之意 基地915坪是地上24层地下4层建筑 规划24房31至47坪 共184户住家 本案规划全灵化公社 除了一般的视听室 健身房 亲子游戏区 还有受到许多家庭喜爱的厨艺教室 此外也因因诸户的精英身份 规划有会议室 因兵厅等 公司同仁来此开个小会 方便又能彰显身份 这里的生活经能也逐步成熟中 透过检疫绿线 静享七期 星光三月圆百拉近来 繁华的生活经能更完备 看完献给城市经营的登阳之意 你有心动了吗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按赞加分享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i送 experience